学折纸艺术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折纸王子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来折一款飞镖 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15厘米 还需要用到小刀胶水 首先把这个纸分成四份 好现在的纸的大小是边长7.5厘米的正方形纸 一共需要用到四张 每张折法都是一样的 最后再组合到一起 首先看其中一张 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两个边 可像刚才的折横 另外两个角折一下 把这个角捏起来 树立起来 把它压向其中一侧 然后这一侧也一样 两个边折向 中间的折横 这个角捏起来 树立起来 折向其中一侧 折向另外一侧 然后把它对折 这样其中一个部件就完成了 一共折四个 好四个部件都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把它组合到一起 这样把它穿插着 交错着 组合到一起 然后把这个角往上折 调整一下 这个角往上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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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角 塞进这个指缝里面 这样一次压住 好 这些松散的地方 可以涂点胶水 把它沾一下 我们涂一点胶水 好 这样一款 飞标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